然后又是神奇的法安琪对战 这个法安琪内战的话还是法院功底 看能不能暴冷啊 我跟你说法刀对战不好说的啊 很容易暴冷 三汉一打出去 血线一下去一个反调 就有可能出状况 这个还不要大意 不好说的 真不好说的 应该双方天赋应该出的都是中规冬局 都应该是差不多的 目前从天赋面板的话 应该天赋上面应该是一样的 骑士这边双军战 然后再加上这个双截保护什么 双保护然后再加双截战 这都是没有问题 看他们应该怎么打 这边开场 双方都是中间两个法 对两个按摩互相搓 对 攻击一战互相搓 看谁去 看谁去哪个地方 直接散现 一样法直接散 他被拆卸 我这我非常可疑 散现想控他被拆卸 拆卸之后较劲的直接被沉没 我这边 BB这边的进攻应该直接没打出来了 然后一样的位置还丢了 这还是升级出来 剩下我居然扬上了 哦 并没有 马上接一个双孔 但是没有打按摩 打了法师 法师这边直接要冰箱了 11%冰箱 其实这边没加起来又有点 这个翅膀开了一半了 然后没加再起来 然后按摩也被 我感觉空不能被双控啊 你们这个动作的时候尽量要注意自己不要被双控 这样的话交的还是要注意一些 马上我们看一下 BB这边又有拆了 马上这边闪现 闪现之后怎么办 这边反正不打他们去居然觉得 这边打死了 这边开起无敌 保一波 给天拳 能不能加起来 还行 加起来了这波 这波还是加起来了 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 开了无敌了嘛 我这边双口然后沉没了暗幕 看这边又打一波暗幕 但这波暗幕 直接交球 A暗幕直接交球 但是呢 交完球之后 我们乃琪被满羊 吃个裸羊 满自财 这边没技能 我非常杀 这边法师也进冰箱了 哇 双双 雪线全部下斜 这边反打升级 D减羊 这不D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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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同时D减羊 BB也这样交出了敲散 不过但是局势有点一边倒 因为这边 这个弹幕大神代表队 他们已经全技能交光 这怎么打呀 这边BD这边还有 BB这边乃琪 还有交章无敌 全还有 可以说是全技能 可以说是全技能 这个羊没看懂啊 这个D减羊 这边阿姆又被一个制裁打 冰河直接制裁 然后接个D减孔 直接那边直接 但是奶琪去忙要刷 能不能刷起来 刷了一口没刷起来 有点伤 这波拆了BB 但是这个 拆了BB 拆了BB 制裁了BB 但是满孔的奶琪 直接这边选择交章 交章之后被升捷 能接上吗 非常可惜 并没有接上 接这个冰河 接上冰河 但是这波进攻 已经没有意义了 他们已经双规了 这边阿姆应该要危险了 BB这边 这边被曼羊 带走 双掌直接带走 甲鼠转跳了也没有用 就预言到BB 带走 一下 一掌 两掌 带走 漂亮 是不是 就是这样的结构 因为这个 有能够可以看BB 他们有一个细节 做的比较好是什么 他们一般是控制 我不先做控 我先砸伤害 要么就是控和伤害同行 要么就是先砸出来伤害再接控 就绝对不会说 像这边 弹幕大神代表队 他们就是砸了控制之后 那边没有出压力 就没掉血 这边交流就OK了 弹幕大神代表队 他们这边打的 比较偏保守 他们是想要先做出了控制 然后再卸伤害 然后BB这边好像是选择 有伤害先卸出去一瞬间 伤害卸下去了 然后第一时间再给上控制 就哪怕一个神节没有接上羊 然后这边再给个冰河 或者给个恐惧 就可能打出非常大的压力 确实是 这有点一边倒的局势 因为伤害压力 确实不是一个级别的 也不是说控制什么的 然后但是 怎么说呢 他这个 从某些方面说 伤害确实还差一些 他有可能太保守自己的伤害了 就是没有出伤害 想着我控好了再打伤害 怎么就这来不及的 这个法刀内弹就是瞬息万变 你熬不出伤害 对面出了 那你就压力出来了 再一空也来得及 你教技能 如果是你这波保住人了 但是你这波一保人之后 你没有反打出来效果呀 对吧 所以说还是 你要注意多出一下伤害 那这边而且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BB选择的是带主副手 然后而这边暗幕的话 选择是带法杖 然后双方这个选择的这个装备 还是不太一样的 法式 因为我们知道主副手的话 一个是急速建设 然后还有一个是暴击精通 然后这边法杖的话是纯急速建设的 然后BB这边选择了一部分的暴击精通 属性上选择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看一下第二把 这场比赛托尔隆 是一个大产地 非常大 两方都不太好归 开场也不用多说了 但是这个沉默我没看懂啊 嗯 直接打一波伤态吗 哈哈哈 这不BB上来 是按错技能了吗 直接给一个沉默给了法师 然后这边法师想闪现 想控制 直接闪现 然后伸结 伸结之后直接冰箱 一个伤表缘役 直接接他满羊 满羊之后被BB驱掉了 这不非常伤啊 想控吗 一羊那边也反打 这边直接大法师 看他们能直接打死 直接打爆了盾 不过那边其实开启了无敌 直接开启了翅膀 然后接那个天锤 应该直接夹回来了 然后那边法师的无敌盾 已经被打爆了 非常伤 现在又是进入了我们的法案期的节奏 就是互戳 常常法师都是 哎这边直接 直接 直接 看能不能接上羊 一羊没有啊 一羊被沉默了 对 这小细节还是做得非常好 这边BB直接小反了法师 直接打一波冰线结本羊 冰线结本羊 不过这波倒是没有什么太大压力 还不错 这波 伸结之后沉默给上了 这波不选择打一波 这边ARM直接被一个满拆卸 直接打一波伤害 骑士能不能夹起来 这边冰箱结本羊 这边被一个满羊 他不敢再冰箱结本羊了 因为他只剩一个冰箱了 对的 太姐可能就要被反打了 都是冰箱羊 这边伸结黎米乃奇 接一个满羊 我接一个满羊 但是被大区去掉了 但是大区去掉一瞬间 又被恐恐了 接个地剪羊 地剪满材 甲子盾跳了 这波应该没死 要反打吗 这不要反打吗 制裁也BB 制裁也BB 但是并没有接上 对面乃奇 小一球 鲁羊 噢 大家有牺牲心 直接打一波 易烊一烊这波要出甲子盾 不过还不着急 看等爆甲子盾之后再交技能 小一球这边非常沉沉 有天锤 顶着一个天锤 而且知道他这个甲子盾还没爆 不着急 直接光环解了一个冰盒 易烊现在也是攒一攒冰 BB又是直接出伤害 又是直接砸了一个三斗瘟疫上去 这边要开始打了 估计又是羊了乃奇 直接身接乃奇 能羊吗 没羊到 直接冰盒 然后拆按摩 直接打按摩按摩 直接球 太危险了 这边黎明直接选择交张 开翅膀 尖锤 给羊牧 这边一羊的一百拆 羊的BB 伸起了小一球 先把羊制裁了BB 直接选择交张 BB交张 大驱能不能驱到漂亮 直接驱到了这个小一球 这个羊 BB这15秒 治疗的15秒徽章 不是白盖的这个外号 但是被大伤口啊 但是这不好像后续没有伤害了 BB不过手里有球了 应该没有什么太危险 这边要接个冰盒 这边打法师 好 直接进冰箱 小一球开起了翅膀 把这冰箱出来直接开始刷羊 然后羊的同时重新伸结了我们黎明乃琪 这不沉默了法师 这边能接三扣吗 哦 估计接不上了 这边满口 满口直接秒开 无敌 能救上来了 假使针跳了 但是这一步好像硬抬抬不起来 哇 直接交起来冰箱 这第二个冰箱也交了 感觉刚才可以再缓一下 这边反打有点太快了 这边有点没同步 但羊到了之后BB第一时间没有被接的制裁 这边小一球直接选择 小一球被羊直接交张了 交张直接牺牲解掉BB 但是还选择打了一边反打 哦 这步反打应该 这步升级 这步进攻应该没了 应该要等下一步了 阿牧估计等这一波只要牺牲一定要 这边又一个满兵盒 估计要出伤害了直接 BB这边招暗影魔直接打一波爆发开始 暗影魔出了之后直接打上 因为对面应该是选择打法师了 BB这边的反应器应该选择击杀他们的法师 这边大大双口 双口然后这边但是法师被羊了 一羊被羊了 BB又是被一个制裁 BB又被翻 但是阿牧这边也被裁 裁阿牧 我身杰 身杰奶齐老虫是羊奶 讲法 这边黎明被一个满羊 被满羊 这波阿牧 阿牧 有你尾装 尾装能跑掉吗 大区 跑不掉 打死云套 奥战 双暴 双暴加这个斩杀直接带倒了 就算是他不吃这个空的话 他其实已经没有蓝了 也刷不起来了 大家平常也可以追 百分之六 百分之六七了 我觉得他们双方刚打的时候还是 就是大木大神代表队 这边的法案器的进攻 我感觉还是 打的 有点疏忽 就感觉没有打出来的感觉 嗯 我们看一下伤害啊 GP这边伤害打了 BB打了600多万 打了将近是对面法案的总和 将近是法案的总和 再少一百万 对 然后易阳这边打了470万 从伤害一下也碾压到对面 但其实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怪不得这边奶骑空蓝封的这么快 对 因为对面 易阳BB这边的法案器造成伤害高 我下一场可能要进行